我们回到人类中国文明 两种文化 欲宗欲月欲弊 两种文化还有什么 母叫女士文化 一切都是女士 很少展现男人生殖器的 女人的生殖器 就是我们的天 是我们的一切 甚至现在有人解除 两种文化对卵子和精子的 那个图腾都画得很像 那么那个时候什么事 最正至高不上女性 那你到中国到今天了 5300年前的中国文化 到今天我们对自己的母亲 如此不尊重 你说还是人吗 中国这个社会上 什么都可以不相信 但是这个母亲的情是第一 你一定要相信 第二才是父亲 然后就是你家里的兄弟姐妹情 这叫手足啊 这个共产党的王八蛋来到中国 我说起来我就咬牙根子 就中国什么都给毁了 就然能把家庭 爹亲娘亲不如党亲 我在我骨子里最早反共产党的 本能就是我这个 他怎么会逼我爹我娘亲呢 共产党从来不去弘扬说 应该孝敬父母 而且到今天体制内的党员 是爹妈得了癌症 不回家为荣 这种上绝人性 真是天理人寰 全被都给毁了 所以共产党的魔就从这一点 就能看得很清楚 这是我们要灭共的根本的七哥的第一起源 是七哥绝对不可接受的 而且新中国联邦不管你有什么法 什么独立 什么样的形式 一个不把爹娘和家人放第一位的 不把爱和爱人放在第一位的 你永远不会是新中国联邦的人 我要在这里再次重申 任何战友们 如果你怀疑你父母和你父母哪不行 哪行哪不行 我告诉你 你都没有打他的权利 你都不能有侮辱他的权利 如果你要有但凡感人之心 你应该孝敬他 最起码你得尊重他 因为你来自于那里 多 risk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